在十九世纪,人类最大的发明,当然就是蒸汽机和电灯啦! 如果二十世纪由我选的话,让我选我一定是讲这件事啦! 就是,电,饭,煮! 其实今次的材料都非常之简单的,我们就是用雪耳,我买的雪耳回来,我拿了大概五到六个 其实看看,因为现在坊间有些雪耳都很大的,我这个就是小的那种,浸开它,清洁了它 然后呢,红枣,红枣大概是十四到十五粒,然后淮山,淮山我用了六片,小的苹果我用四个 那你要批皮,去到芯,然后就切大结,就是一个苹果,一个苹果,你就切开四个 然后呢,我们就有,我们有二十粒的莲子,还有有一些就难不幸,就是这么简单的 我现在就去切苹果先,待会我再告诉你怎样做 那这样呢,那我就将所有的材料呢,冲一冲水的呢,首先呢,我放红枣啦 其实全部放在这里都可以的,我几年,莲子啦,淮山啦,还有南杏不幸啦,南杏不幸啦 那这个糖水呢,你可以加糖就变成糖水啦 加盐呢,就是好像汤那样,一个素的汤那样,即是没有肉的汤 那如果你说,我当然要装汤的,那你可以给一块猪子就行了 那然后呢,还有呢,就是,苹果啦,苹果,如果你有,我们放些苹果来一下 啊,如果你说,我我有雪梨喔,那你可以用苹果加雪梨 更加好,更加滋潤,因为我今天没有雪梨 那我就加个,加些苹果下去啦 那然后呢,那就是,还有呢,就是我们,我们的,养颜 然后呢,我们就加适量的水,那现在呢,就还有十二分钟就差不多了 那我就打开了,那我放些冰糖,我放些冰糖啦 那刚才呢,我有说过啦 如果你是要有,啊,冰糖的,现在放下去,放下去 那呢,就,可以的时候呢,冰糖都可以了 因为这样的话,冰糖的所有的营养就在了 呢,就放了下去,那我们呢,就再等多十几分钟 那,一个美味,有益,又养颜的糖水,就准备好了